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又要来挑战仿妆了 之前几次仿妆基本上都是坏谁不像谁 所以有一点失去信心 但是人总是待在自己的舒适区 是不会进步的 再加上我今天看到了这张杂志图 哦真的好好看啊 自然中又带着一点清纯 清纯中又带着一点性感 这么好看的妆面我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底妆用的还是万年不变的这一组 所以平常基本上我是懒得遮黑眼圈的 但是今天想要妆容看起来更完整一点 我们就来遮一下黑眼圈吧 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完整无瑕的底妆 然后我们赶紧用散粉把它定住 它的这个眉型其实是有点前细后粗 然后眉尾其实不是那种很精致 有点野生眉的那种感觉吧 我自己的眉毛其实被我剃的比较细嘛 这个差别还挺大的 然后我会尽量往这个方向靠 眉笔的话还是用直层绣的截脂 我先画成这样的一个形容 我眉粉沾这个比较深一点的颜色 就先这样吧 然后它的眼妆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偏橘调一点的大地色系 所以我准备用3CE的这盘Overtake 它这个睫毛条件真的是太好了 然后我待会尽力刷的浓密纤长一点的吧 这个比较轻一点的肤橘色来做一个大地 然后拿一把普通的眼影刷 把这个眼下的位置 也一样刷上这个颜色 眼泽内我就铺这个棕橘的颜色 它这个涂上也是类似这种颜色 有点带细闪的效果 眼下也稍微叠一点这个颜色 那这颗颜色是一个还挺好看的 有一点闪光比较明显的一个棕橘色 然后我会拿手指稍微点一点在我眼皮眼褶内的这个中央区 大概就这样子 一点点闪度 它眼头其实打亮还蛮明显的 打亮的话我估计这一格应该还蛮亮的吧 它就是在这个凹陷的地方 接下来是一条漆黑的眼线 这个眼线还蛮黑的 然后我现在去画一条比较黑一点的眼线 先用眼线笔 再用眼线越来画 这样效果会比较黑一点 接下来我们再上下修容 它是用OK的 接下来 但是我还是用Airglass的这个三色的 它真的好好看 今天用这个比较自然的 有点松松的颜色 我感觉它其实没有上什么太重的腮红 因为我还是用倩碧的这颗好了 这颗Thick Pop 这颜色其实比较自然 然后就少上一点 这样就会比较淡淡的 这样就好了 它的唇膏是一个有一点 苹果红的颜色 准备用make的两支来叠图看看效果 再叠加一点 这个我感觉它的颜色会更橘一点 叠出来的效果我感觉更像一点 它是有一点点偏稍微带一点点橘调的这种苹果 但我感觉我仿妆又失败了 怎么一点都不像 妆都化完了 我还是去搞一下头发吧 就搞了一个这样有点湿发感的造型 感觉湿发好像就比较日杂的样子 我也不知道现在看起来像是湿发造型 还是像是好几天没洗头的 反正就差不多是这样吧 我也去换了一件这个红色的衣服 热到爆炸现在30度 我穿着一个这么厚的卫衣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看起来就会更像一点点 感觉今天的仿妆比之前好像稍微有进步一点点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记得给我点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可以订阅我一下哦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by bwd6